陈飞宇大刮实锤 女网红公开酒店照片 女方还有更多爆料 热搜榜里 她一人就包揽了前妻 成为了顶流 有人说 陈飞宇终于不靠爹 靠自己火了一把 而送她一日顶流体验卡的人 是一个叫超能摄影洋洋的渔记 前天中午 她曝光了陈飞宇的一组床照 照片中 陈飞宇或许是干了什么体力活累倒了 睡得十分香甜 连被人拍了裸照都不知道 看到这张照片 有没有想起一个人 对 就是明白又深烈 还脚踩缝纫机的吴谦 无论是角度 还是表情 照片中的陈飞宇 都像急了昔日的顶流千千君子 不知道她有没有像千千君子那样 叫嚣我的很大 你忍一忍 但可以肯定 她们倒下的姿势和神态都太相似了 或许是太过嚣张 过于自信 甚至于太过自恋 以至于她们在做完某些事之后 都能倒头大睡 从而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件事 女网红永远比男人醒得早 还特别喜欢拍照 这部 就在陈飞宇沉浸在睡梦中时 她的枕边人瞒着她 拍下一张又一张的裸照 还有合影 除了充满想象的照片 余记还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陈飞宇与照片中的女生 早在2021年就在一起了 两人曾多次在长沙某高档酒店开房 为了证明照片中的男生就是陈飞宇 她还仔细对比了两人的耳朵和嘴角的痣 其实不用对比 大家也能看得出 这就是陈凯歌的公子 陈飞宇 陈凯歌的公子也是人 睡个觉又怎么了 至于这么闹吗 如果是一个人睡觉 拖得这么光 那也没啥 她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问题的关键是 照片中 她旁边还有一个女人 女人网名叫是逸琳阿 是一个拥有20多万粉丝的小网红 在成为小网红之前 是逸琳阿曾是陈飞宇的战姐 算是半个工作人员 因此 在陈飞宇后援会微博中 不仅有她被采访的视频 还有多张两人的合照 从照片中看 是逸琳阿脸圆圆的 很可爱 并不是充满科技与很活的网红脸 或许 陈飞宇就是看中了她的纯天然 才选择与她用最原始的方式交流 这就和吴谦的故事有点相似了 明星睡粉 总有点吃饭砸锅的味道 这是对衣食父母的大不敬 被曝光 喜提一日顶流体验卡也就活该了 当然 如果是粉丝投怀送报 阿瑟盛情难却 泪成这样 那就有点难为她了 但是 她爹妈知道她肯这么为女粉丝拼命 一定会骂她傻X 毕竟她爹妈苦心经营 对了多少资源 才打造出一个单身二十多年的青春偶像人设 被这么一睡 全捶完了 单身小陈被这么一张照片 直接搞成了破写小陈了 苦心经营的人设崩了 后面的剧怎么演 退一万步讲 单身小陈青春的演不了 改演西门庆之类的也没事 说不定还能本色出演 实现人生逆袭呢 毕竟 陈大导演的儿子也二十三岁了 也是男人 不是太监 有点需求也很正常 如果是正常恋爱 孤男寡女干点什么深入交流的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 关键是 网友抓住小辫子不放 说是逸琳阿不是单身 而是已婚 有网友还扒出了奇婚杀照 这个消息很关键 因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那么陈飞宇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税粉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深入交流 而是当了男小三 一个公众人物去当小三 那就有点伤风败俗了 难道他爸妈没有教他吗 还别说 很有可能给教坏了 因为陈飞宇的家教问题 很早就被人关注过 他老爸是著名的导演陈凯歌 妈妈曾是内地第一美人陈红 小飞宇十岁时就在陈凯歌拍摄的电影 《赵氏孤儿》中饰演少年时期的王 和当时的顶流女星范某某同台演出 拍戏时 他爹是导演 他妈是导演助理 他哥亲自打光 从那时起就这样为资源 这样精心饲养 可见全家都是期待他在娱乐圈有所成就的 可陈飞宇这个王 有点像阿斗 不管怎么服 就是不灵 陈红甚至公开说 他脑子不行 陈凯歌也曾因为他脑子不好 给了他一巴掌 因为都好几岁了 还不知道四加四等于几 即便如此 这并不影响16岁的陈飞宇成为 《妖猫传》的导演助理 不影响他17岁就和他爹妈一起录综艺 熟悉的《味道》第二季 也正是这次露脸留下了阿瑟请坐的梗 因为在节目里 陈凯歌与陈红一边用餐 一边讨论哲学 高谈阔论 而从国外回来的他 却像一个服务员一样 静静站在一边 连喘气都不敢太大声 直到陈凯歌说 阿瑟请坐 陈飞宇才捏手捏脚递上前 张嘴吃了陈红喂过来的一口饭 这个片段播出后 不仅陈飞与喜提阿瑟的知名 就连陈凯歌的家教都为人津津乐道 毕竟 比起同样从国外回来的国民老公王思聪 阿瑟显得太乖了 乖有乖的好处 就算是所谓的脑子 不好使 也不影响他出道 不影响他和欧阳娜娜一起唱歌 拍戏 不影响他以外籍学生的身份 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不影响他获奖 2019年 陈飞宇曾在领奖台上 对陈凯歌说 我希望两年以后 别人能说 我是你爸 此话一出 十分感人 没想到陈大导演的家教 是这样的呀 陈大导演估计也没想到 自己的阿瑟连上桌都不敢 竟然敢跟别人上床 还要当自己的爹 说到陈凯歌的家教 这次陈飞宇出事后 也有不少人扒出了陈凯歌本人的教养 下面是网友扒出的陈凯歌当年的亮照 有点辣眼睛 也难怪陈飞宇成为顶流后 狗仔和网友纷纷喊话陈凯歌和陈红 陈大导演就是不出声 因此网友们也挽起了梗 纷纷模仿其父的口气 阿瑟 请不要坐阿瑟 起床阿瑟 先拔出来 还有网友更绝 替他们家写出了十分真诚的公关文案 对不起 当初我们年轻不懂事 现在孩子有了遗传病 文案很尖酸刻薄 但也很有故事 陈凯歌的故事很精彩 最精彩的就是他曾经拍过一些精彩的电影 出道极是巅峰 一部 黄土地让他很快获得了一个铁杆粉丝红晃 名门皮女红晃的故事也很精彩 我们改天再聊 很快 红晃就和陈凯歌约见了 多年以后 红大姐讲了他们的第一次 红大姐对这是有经验 毕竟此前她还结过一次婚 因此对一夜之欢门而清 但是陈凯歌偏偏要趋近通幽 谈完哲学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这才插入主题 上床了 如果这是友谊传 就不难理解 为啥阿瑟躺在床上睡得那么沉了 后来红晃才知道 陈凯歌跟每个人干完第一回 都带着去溜公园 但是阿瑟在六鸟的这件事上 还是太年轻 没有得到其父的真传 人家谈完哲学 办完事还起得早 难怪会当大导演 但凡阿瑟学着他爹 起早一点就不会搞成这样 将是老的辣 陈大导演除了和红晃节过一次婚外 还和倪平同居五年 之后又和陈红无缝对接 每一次都伴随着一个数字三 所以陈大导演这个时候 是不方便替儿子辟谣和公关的 毕竟 我儿随我是辟谣 是有深刻教训的 行走在娱乐圈江湖 陈大导演留下了不少故事 但从未在大风大浪里翻车 特别是在男欢女爱这点小事上翻车 可单身了23年的小陈 却一上床就出事了 可谓学艺不惊 时也命也 这大概就是天意吧 但是 人好歹也是陈大导演的儿子 这是怎么就能这么冷场了呢 五 在沉寂了一下午之后 陈飞宇果然想好了说辞 不过 陈飞宇并没有采纳网友的建议 向ChatGPT取经 而是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 重点强调了 她与是伊灵阿交往期间 双方都是单身 随后 故事的女主角也发表声明 承认自己已婚 但是在与陈飞宇分手之后 双方发表声明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出轨这事 死活都不能认 三不能往头上带 两家声明用词很像 一定不是商量过才发的 还有 之前所谓的女主老公爆料 什么花 二百万买这些图啥的 一定也是假的咯 像这样没啥技术含量的声明 竟拖了一下午 双方大概也没有谈过啥 那些更垂的第二波爆料 目前也没有任何动静 或许 另一个故事正在路上狂飙 反正 看到狂飙后 小鲜肉们这下应该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狂飙了 玩人设的 往往会被人设压塌 玩网红的很容易被网红玩死 玩流量的分分钟 会被流量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做人要真诚 小学老师就教过的道理 不能因为全家是演员就忘了 如果真忘了 那就真没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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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